大家好,我们站在大英博馆埃及建筑馆的进门之处 这儿呢出现了一展柜,展柜里边出现一人 你看没有,哎,典型希腊式的雕化 希腊小伙特别的帅 旁边呢出现一个呢和他面目表情啊 完全没有相似的一位穿着埃及的衣服 岛上呢,脑袋上面戴着呢,妹妹四巾埃及的发毛 但是这俩是一个人,有人就觉得奇怪 长得一点不像,凭什么说是一个人呢 他的名字叫亚历山道大帝 那这是个什么现象呢 因为在古代啊,要统治一个地区啊 你得把自己造成神 亚历山道大帝是希腊人 然后呢,来到了埃及 为了统治埃及呢 他曾经说啊,埃及血统的最后一位发老 跑到希腊去了,没被杀死 摩斯林进来的时候,和他的妈妈生下了他 然后他就是埃及发老的血统 就造成了埃及人的这种雕像 虽然看上去不相似 但是这俩是一个人 我相信呢,在波斯境内 亚历山道大帝呢 还会以波斯的神的形象出现 这就是古代统治阶级呢 为了统治好人民 所做的一种造神的运动 那出现呢 各种各样的形象呢 就一定不稀奇了 因为不同地方的神 样子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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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